小六国文课本究竟是统一还是不统一 教一部高官的说法更让我们混乱 百科实事让你看看官友们说了什么 又有什么矛盾之处 在内科里面已经推翻了 要同意各原留学校这个国文课本 无论如何这个课本局只准备了一个课本 那么也这个时候送到了所有的学校 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已经和部长谈了 要指示课本局要赶紧印刷属于华小和诞成的课本 在2020年6月的课本 可以使用课本课程和什么课程 我们说课程和课程都可以提供给所有课程 张胜文说只是重印课本 卡马拉纳登却说学校使用同样的课本 那又何须重印 到底课本有无统一 目前就是要统一课本 后来我们的重新回到内科 后就把这个事情就升过来 按照张胜文说法 内阁不统一课本 卡马拉纳登却说 内阁不统一考试 到底当时的内阁会议是不统一考试 还是不统一国文课本 不过知道了教育部长 确实又另一番说法 为了收拾这番乱象 教育部长马哈基尔卡利承诺在12月4号宣布最终的结果